歡迎來到新聞娛樂通 金曲獎的入圍名單 一揭曉大家喔 跌破眼鏡 稀里花啦碎一滴 為什麼呢 是台灣的音樂人 大咖都不想出片了嗎 還是台灣的音樂人 他們的空間有被壓縮嗎 還是其實我們自己都沒有長進 人家要壓過我們了 來看到今天現場的特別來賓 有什麼意見 知見媒體人麥若瑜 憲林好 大家好 知見媒體人李文婉 憲林好 大家好 知見媒體人蕉長鈺 憲林好 大家好 音樂製作人許常德 大家好 好 先來看到的就是 我們就先從今年的入圍名單 來看好了 有一些人真的會覺得說 你入圍這麼多 請問一下你哪位啊 對 這個名單裡面 當然是男女歌手 是每年大家最受矚目的 對 可今年一看男女歌手的名單 大家真的是 坦白講很多人 我們都沒有聽過 我是真的有幾位 是真的沒聽過 像李健跟李榮浩這兩位 大陸歌手 入圍很多大的男歌手獎 專曲什麼的大獎 當然我們知道李健之前他唱 就是王菲唱他的傳奇 那李榮浩真的是沒有聽過 這三個字怎麼寫 我都搞不清楚 對 但是他真的做過 很多歌手的製作 所以也算是一個幕後的 但是你看這個名單 就發覺 這個也是因為我們戰將派的 像什麼阿妹 蔡依林 周杰倫 都沒有發片 去年都沒有發片 孫燕姿去生小孩 對 但是曾經得過歌王的桃澤發片 可是沒有入圍 我們看到這份名單發覺 哇 蔡健雅第四座金曲獎 這個是來自這個星馬的歌手 JJ J是來自於新加坡的歌手 也是要搶這個歌星寶座的 所以今年金曲獎的名單 讓我們看到一個 其實大家記不記得去年 這個李亞莎是上海姑娘 得了台語歌手 她是唱台語嗎 其實你看 這個已經金曲獎開始 慢慢像金馬獎了 大家記不記得金馬獎 在三金裡面 這名單裡面是大家最陌生的 很多大陸電影一入圍 其實沒有人聽過 也沒有人看過 當年林皓導演這些人都沒聽過 黃柏這些金馬影帝 很多人鬥牛 沒有人知道他是誰的 三金裡面金馬獎 因為他沒有這個地獄限制 所以每年的名單裡面 很多人非常陌生 這也是為什麼 三金的裡面 金馬獎的爭議性 被罵聲音最少 因為很多電影 台灣人連看都沒看過 他也不能評論說什麼 金曲獎現在開始有這個味道了 新馬的歌手先 現在大陸歌手 大陸歌手一來 你看整個就... 就已經入圍這麼多下 這兩個加起來就十項入圍 十項啊 這是很強的 而且是大獎 你現在看我們三金 只有金中獎 還保護著我們自己台灣的電視 大陸的綜藝跟戲劇 都還不能夠來比賽 這如果跟金馬跟金曲 一開放比賽一樣 那我們金中獎名單 也是一片甄嬛傳 我是歌手2 全部入圍啦 所以金中獎還保守住 好 那我們看到金曲獎 今年要來十五屆 當然我們想到去年 陶金營當主持人 落淚 他講說很多人拚命 什麼烏克莉莉 又拱這個雙Js的擁抱 所以怎麼會有這個狀況 其實桃子他是主持老手 可是他為什麼會有一些 演出表演會讓他覺得那個呢 有人說是因為他知道 太多評審內幕 桃子 你知道 當你知道太多評審內幕的時候 坦白講 如果你都不知道 你只是去做主持人 也許你會主持的什麼... 這個什麼蛇顫蓮花什麼的 可是如果你知道很多內幕 搞不好你心裡就有很多的 問號碼... 那就會影響你的主持講話 有人說桃子就是因為 他知道太多主持內幕 他本身是歌手出身的 他也出過唱片 這些評審裡面搞不好 很多他都認識 恩怨情仇搞不好都有 誰跟誰有什麼恩怨情仇 他都知道 所以有人說桃子說 他到80歲要出一本 報金曲內幕的書 那我們大家等吧 等到桃子80歲 那很多人看不看到那本書 還不知道 他80歲 還要看金曲獎內幕 但是必須講 因為我也做過今天講評審 評審裡面有好多 跟這個比賽者的恩怨情仇 那是真的 所以桃子裡面他就有這個狀況 所以常德老師 什麼時候要出一本金曲獎的內幕 其實不用出 我現在就可以先講 非常好 妳有覺得這個內幕 可能跟他大家想的內幕不太一樣 就是除了有恩怨情仇以外 就是以前我當過金曲獎的評審 就是我曾經有遇到兩個 很重要的一個狀況就是說 其實根本就來不及聽那麼多歌 到底有多少歌 那麼多是多少 其實他有分好幾個階段 有初選嘛 然後有決選之類的 然後可是每一段的 其實歌量都還滿大的 像譬如說 一共有幾千首將近一萬首 將近萬首歌 而且他是直接給你一個硬碟 就是光那邊 其實很難把它全部都聽完 我有一次就是在 就要投票的時候 我就開玩笑問說 你們這歌都有聽完嗎 居然沒有一個人敢吭聲 你說實在的聽完一萬首歌 而且說你也不可能聽一遍 就那個我覺得說 這個機制其實有問題 第二個來講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以前如果講說 金曲獎有魔咒 因為就是 就是以前的獎項 大部分都不會給當紅的人得到 就是有一段時間他一走下坡 又冷了 所以以前就是當紅的歌手 都不會拿到獎 然後拿到獎的人 其實唱片都賣得不好 所以那時候就會有那個魔咒 我覺得現在來講就是說 一般來講說會不會有內幕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掌控什麼方向 其實我跟你講 金曲獎的那個 要掌控這個票數 誰得獎太難了 那你這樣講的話 你看金 比如說像金馬獎 就那麼這些電影 你不可能有一萬部電影 一萬首歌 你記得住幾首對不對 沒有 就是大部分就是還是用 自己個人的喜好去聽 所以我說金曲獎 你不要去猜說誰會得獎 如果你要猜的話去找算命的 因為你也不知道這一屆 評審是有哪些 每個口味都不一樣 跟這些這些線上的歌手 跟唱片公司的老闆 也不知道是怎麼樣的 一個心情的對照 第三個是說 其實每個的派系都不太一樣 比如說 如果我支持那種像文青的 或是說我希望能獨創的 創作的能力比較強的 就是你一些主流的歌手 你根本就不會有機會入圍 可是像譬如說像影展的話 我知道你們做過主席 裡面都會在那邊 都會吵 會投票 會在那邊爭論說 這個電影怎麼樣 那個電影怎麼樣 歌也是這樣子嗎 也會 而且有時候是很個人的那種喜好 比如說 可能某個評審 他就會講說 我覺得這個歌手 我覺得要唱得不好 其實唱得不好這種話 你在這個台面上講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都是個人喜好 可是他為什麼要去講 就是很明顯他要為誰互發 影響 對 影響別人 那唱片公司會不會來跟你 多聯絡一下 來想要說服你 拜託拜託這樣子 沒有用的是不是 唱片公司不會來問這個問題 反而是媒體會問 媒體有關心 因為媒體很想知道說 前面怎麼樣先咬獨家 可是媒體那是兩回事 媒體是想咬獨家 唱片公司可能希望 把他拱上去得個什麼獎 不會嗎 不會運作嗎 除非要 像比如說金馬那個 奧斯卡金像獎 他可能就是會一直下廣告宣傳 去影響說大家對這個印象 對 可是台灣沒有這樣的一個 真的嗎 就是大家不想得獎了 為什麼要去 弄一個獎 大家不想得獎 不過以前的魔咒 以前那個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要積極 而且來講說 你去關心這個事情 你還不知道結果是怎麼樣 不可能去有什麼效果 那這一次的這個金曲獎入圍名單 很多人都跌破眼鏡 包括我們剛剛講說 這是哪位啊 或是大牌A咖 怎麼都沒有發片 你覺得台灣的這個市場 現在有人在討論說 以前台灣是整個東南亞 包括了中港台東南亞的這個重鎮 大家都要往台灣來 那現在入圍的 很多已經不是台灣的 就是本土的人 你覺得這個空間有被壓縮嗎 我從兩個方向來建議 第一個說我建議我們政府 把我們一年一度的金曲獎 當作花博會來辦 當作花博會來辦 就是圍期可能兩個月 三個月 長一點 因為這個東西把它做到最大 以後我們就是重鎮 以後來這邊就是來觀光 來玩 你可能連續有可能50場很棒的 大牌的演唱會之類的 這是第一個 這樣子我們這個金曲獎 就不會辦得那麼寒酸 就不會說像陳振川講的 他說其實他是開玩笑 他說 都是評審都不想說 為了收視率好看 就是讓大牌的人入圍 我覺得當評審是不用考慮這個了 因為考慮這個還算怎麼講 你就沒有地位了 只是我覺得就是說 他講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個可以靠政府的支持 把這些人吸引過來 希望說金馬獎就想辦法 找一個里安的大咖 來號召這些人 里安來了 他是不是可以號召很多人 這個東西你要有一個政府支持 才會做到 因為不然金曲獎 每一年的預算都那麼少 少到可憐 不過之前人家講說什麼 真的會唱 真的唱將 真的大咖不會入圍什麼的 但是年節二節不是又入圍了嗎 而且 你還記得去年那個李亞莎 李亞莎 李亞莎 他那時候得獎的時候 大家去年都看好 一定謝金燕 結果一得獎 每個人下巴都要掉下巴 剛剛講你知道嗎 大陸跟台灣的 本來台灣是華語唱片的重鎮 那大陸就是慢慢慢慢才進來 可是從去年開始 就有一個很大的大翻盤的一種 跡象已經出現了 為什麼 去年其實我們最有名的姊姊姊姊 謝金燕入圍了台語女歌手 大家都覺得說 那一定是她 人氣 賣所對 萬眾所歸 大家那麼愛她 而且她這麼每次出來 一定是她殺... 對啊 而且 殺到李亞莎出來了 她那一天很可憐的 今天取了星光大道的時候 然後穿得真的是太美的 氣勢驚人 我們的那個金燕 小燕子 好漂亮 然後氣勢磅礡 然後每個人都說 那天穿像個女神一樣 對 大家都說妳等一下得獎的時候 妳要怎麼講 妳要感謝誰要誰 她已經一副帳 胸有成竹準備好了 對不對 然後坐在那邊 笑嘻嘻的你知道嗎 期待...快要揭曉了 結果 揭曉的時候竟然是 天啊 這一家台語女歌手獎 李亞莎 李亞莎誰啊 對 小燕子 對啊 我跟妳講 這個名單真的沒有外寫 小燕子就當場臉 就這樣垮下來 這真的不是我嗎 我們在電視機前 臉也垮下來了 聽說當時後台 包括記者室那邊 一片尖叫 怎麼可能 為什麼說 不是說李亞莎不好 而是李亞莎是誰 對 她是一個道地的上海姑娘 然後得獎是台語歌 台語女歌手 當然她的企圖心是 她上海來台灣 她其實2012年都已經入圍了 入圍那個最佳歌曲 到2013年 她又再入圍了 而且她很厲害 上海姑娘來台灣 特別挑台語歌唱 就是故意 她每一首她其實不會唱台語歌 她就是練台語的發音 然後就是走一個 比較另類取向 但是即使她上台 她也是在現場也是哭了 為什麼 她說沒有想到是我 對啊 李亞莎沒有想到是她 小燕子 謝金燕也沒有想到說不是她 所以去年已經一個很大的翻轉 就讓她認為說 你看 就是可能是這個樣子 像剛剛常常都剛剛講 你越認為會得獎那個人 我就不讓她得 就這樣 所以小燕子當場 差點沒哭出來 我們觀眾 我們粉絲也都是幾乎要哭了 好 我們再講說這個女歌手 尤其是台語這方面的 為什麼這兩年來 感覺那個版圖 有很大的一個變化 包括我們江蕙二姐 其實她因為以前 大概每一年都是她得 那個最佳台語女歌手 後來她宣布說 她不要太長給別人 她剛剛有參加專輯的入圍 好 那江蕙其實 她以為唱得這麼好 但是她 譬如說她演唱會 她們幫她計算過 她在演唱會的時候 是像印鈔機這樣印的 對 她那個是很可怕 可是即使像江蕙二姐這樣的天后 台語天后 她到大陸去怎麼辦呢 她其實到目前為止 在大陸開的演唱會 其實是屈指可數 她有開過 在上海有過 有過一場 就一場 對 其他 當然也是萬人空鄉 就是說她不像說其他的歌手 SHE 或者是像那個什麼 五月天她們 一下子就是這樣 全大陸演唱 小豬她們也是這樣 整個大陸巡演 江蕙二姐 雖然當然是因為她的吹毛球 她不願意開這麼多 但是為什麼 受限 唱的是台語 她們有一個 我是聽到大陸網友 自己在網路上 流傳出來一個 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她們很喜歡江蕙二姐的歌 但是那首叫做 風吹 風吹 親唱一張牌 她們就是說 曲調好優美 然後很有意境 可是她們沒有辦法去揣摩 那個真正變成國語的感受 聽不懂 然後怎麼辦呢 後來大陸網友就把它改成 唱成國語 風吹 風吹 好想一批 什麼什麼的 就這樣子 她唱得還朗朗上口 就覺得說 雖然我不太懂那個台語的意境 可是我喜歡她 我喜歡她 我喜歡她唱國語 可是真正的那個核心 就是說江蕙 當然她這幾年有唱國語的 可是她還是畢竟是台語天后 所以國語 台語 大陸 台灣 到底要怎麼融合 其實金曲獎 反映了很多很有趣的現象 我好奇如果把雞後 改成了國語唱家後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子 不過常常老師 像這個二姐 當然她可能就有10歲 她沒有打算在大陸這樣大撈一筆 她真的要撈的話 每分鐘賺27萬 如果照現在的行情 到了大陸變成27萬人民幣的話 那不得了 很多的我們在現在在台灣 可能不容易已經不容易 看得到的這個歌手 在大陸那個已經是削到不行 像其實大陸其實 他們前幾年有做過一個調查 就是整個大陸的整個年度的藝人 就是商演賺最多錢的 居然不是你想要說 周杰倫這些人 不管是誰 是他們一個 一個中等價錢的二人組 是他們 他賺最多的 誰 就是一個大陸的團 當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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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名字都叫不出來 名字都叫不出來 他賺最多 然後呢 像比如說大陸來講 台灣的藝人 在大陸能演出的 基本上就是有經典的歌 比如說你曾經有紅的歌 就靠那一兩首歌 其實那個商演的次數其實非常多 像王傑不到現在還是唱到的 像迪克牛仔 迪什麼 迪克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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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都沒有回來台灣 因為他沒有 就是沒有回來的理由 因為他在那邊賺 就是唱兩首歌 至少都15到25萬之間的人 兩首歌 兩首歌 他一年可以唱100首 100場 而且這兩首歌是比較少的 一有多一首歌 那錢就更多 等一下 你嘗一下 他這樣子一年也賺好幾千萬 而且就是說 他 因為現在大陸的歌手 就是因為市場都很爛 所以出唱片 其實是可以自己做的 反而依賴唱片公司 比如說我簽給你 你唱片公司的預算也 如果賣得不好 你的預算就變少了 所以他們現在歌手都自己 你會發現 只要線上的歌手 幾乎唱片都自己出 比如你看張信哲 比如說迪克牛仔 為什麼他只要裡面的少了預算 比如說我商演的十分之一拿來 做製作 企劃 宣傳 都比唱片公司給我的規格還要大 然後又不用被唱片公司捏得鼻子抖 對 你想什麼時候出 你還可以自己主導 所以現在歌手 就是大部分都變成取向 就是說 以前的歌手可能要依賴唱片公司 可能現在的歌手 就像美國的歌手一樣 自己就是一個唱片公司 對 你有自己製作 企劃 宣傳 一整體的 不過唱歌 金曲獎有國語歌曲 台語歌曲 原住民對不對 但是這些就有什麼格調上的高低嗎 乃哥又放了一個砲了 馬上回來